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继续 这段时间以来就继续谈 阿富汗问题 塔利班问题 美国为什么要留这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 跟塔利班 美国为什么要留下 飞机大炮 装甲运兵车 各种各样的枪件文件 就跟塔利班 这是为什么 塔利班是整个人类社会公认的恐怖主席 他为什么能够顺利地拿下阿富汗 而且美国为什么顺利地 顺利成长地 跟塔利班留下这么多先进装备 塔利班的背后 首先是中国 也是美国 塔利班恐怖主席的背后 就是中国和美国 这么多先进武器留根 美国这么多先进武器留根塔利班 让塔利班 宽然一新 顺利在 阿富汗 建立 建立 阿富汗 伊斯兰 求掌国 而且留下这么多先进的美军的武器装备 不仅留根塔利班了 塔利班还要顺利地转交跟中国共产党 朋友们觉得奇不奇怪 这个世界 由于 由于美国 撤军的问题 狼狈不堪 可以说是仓皇脱逃 受到了美国以及 全世界的折礼 全世界的折礼 塔利班 塔利班 塔利班为什么顺利地 夺起了阿富汗 这跟调白人有什么关系 小朋友在这个问题上 完全是 没有办法解释 没有办法回答 但是呢 共产党当然高兴了 共产党非常高兴 看到美国狼狈不堪 看到美国现在的政府狼狈不堪 共产党非常高兴 但是 但是 曉白人在这个 在美国持绩问题上 弄的是灰头土裂 美国弄的是灰头土裂 要在 美国要在什么地方找回来 这个面子 什么地方能够找得回来 只有对中国强硬 不管是对中国强硬是 真的是假的 是政治正确 还是政治不正确 必须从中国身上找回 那共产党心里就恼火了 或许 这个球丢过去丢过来 最终会打到中国人的身上 有人说 美国收紧全球会打中国 所以美国不会打中国 因为 因为中国的背后就是共产党 所以美国不会打中国 但是呢 要美国要找回全球的面子 找回美国的社区的面子 要假装打中国 假装围堵中国 美国找回面子 只有对中国强硬 才可能找回 但是工产党怕吗 工产党不怕 所以这个世界上的政治啊 是非常的诡异 到底人类社会怎么发生 什么样的变化 怎么样的变 现在完全是未知数 我们今天晚上谈的是 这里美国 为什么留下这么多 陷阱的无人机 而且正在装备 美国都还没有完全装备的无人机 完整的留跟塔利班 就是美国的支持 塔利班 当然 背后也是共产党的支持 共产党会成事的了吗 共产党一个人 去支持塔利班 中国人能够成事的了吗 但是工产党仍然要这样做 因为要对抗美国 这个世界上的 张火内火 一定要中国人去做 最终 新世界计划 一定是 要放弃中国人 放弃中国人是什么意思 他要自己去理解 希望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收藏我的油画作品 关注我的推特 我们今天就不讲的太多了 一两天我的牙齿有些问题 就不讲的太多了 今天我们讲的问题是 美国为什么要完整的留下 美军在阿富汗二十来的先进的武器装备 完完全全的留根塔利班 这个不是你 塔利班的背后就是美国 塔利班的背后就是中国 这个世界乱不乱 这个世界野花缭乱 正常也正常 因为前段时间我去推特已经说了 美国已经放弃了人类 放弃了这个世界 美国也放弃了美国 最终美国的背后 美国的另一面是 呈现新世界计划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只保留五个亿 一个国家一个政府 那么最后这五个亿 哪些人留下来 这是政治正确 我不好说了 就不好说了 不等于说 住脏火住内火的人 就会留下来 不是这样的 什么人在住脏火住内火 是中国 是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人 他干了这么多脏火 这么多内火 会把他留下来吗 hello ok 啊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 希望朋友们支持我 订阅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推特 收藏我的一花作品 thank you so much tomotelight goodbye